在如今这个看脸的时代颜值已经成为了一块妥妥的敲门砖 娱乐圈更是如此了 一张好看的皮囊无异于离成功更近了一步 在这样的情况下 娱乐圈也涌现出了数不尽的小鲜肉 一个个涂脂摸粉 掩盖了原本该有的气质 但是近些年来越来越流行的不是小鲜肉了 而是那些大叔级的演员 尽管他们有些经过岁月的摧残 脸上爬满了岁月的沧桑 但他们依旧凭借高情商的谈吐 炸裂的演技来圈粉 因为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 有趣的灵魂才万里挑一啊 然而这些中年演员呢 也曾经年轻过 在当年那个还没有流行小鲜肉的年代 他们的帅气可是天然去雕饰 甚至秒杀当今这些小鲜肉 像是大家熟悉的沈腾 年轻的时候可是均易公认的校草呢 浓眉大眼酷似混血 连搭档玛丽第一眼看到沈腾都被惊艳到了 因为根本无法和如今这个沈腾相提弊论 两个人彼此第一印象 你对他的第一印象哪里 超级帅 超级 他还帅啊 他以前不这样的 是吗 他以前特别瘦 他的眼眶都是深邃的 抠进去的 那最近被谁折磨成这个样子 沈腾活起来的时候已经将近40岁了 由于喜剧演员的特殊性 沈腾没有刻意的注重自己的外表和形态 所以呢才有了如今心宽体旁的沈腾 此外还有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明星 就是徐珍 因为大家看到的徐珍大多都是光头徐珍 颜值一般身材也发福了 妥妥的大树形象 实在无法想象出 徐珍年轻的时候会和帅气这个词搭得上关系 徐珍曾经自爆20岁的时候就开始卸顶了 这让徐珍感到非常恐慌 也非常尴尬 因为在20岁之前 徐珍还曾经做过发膜呢 可下而知当时的徐珍发量有多么的大 为了不让自己以后变成徐校的笑话 徐珍索性把头发全剃光了 谁知道这一光头就是20多年了 这也成为了徐珍在一幕里最经典的形象 而妻子小桃红曾经爆料说徐珍年轻的时候呀 是小鲜肉 这话一出肯定很多人都不信 但是在一次节目当中 徐珍拿出自己年轻时候的照片 引起现场一片哗然 和现在简直判若两人帅得不得了 虽然徐珍失去了宝贵的头发 却收获了美满的爱情和幸福的家庭 敢抱一下吗 我敢 我们有年轻时候照片到底什么样亮出来给大家看看怎么样 真的要在这里放照片吗 要啊 跟你说在我们这放出来照片都是让人很惊叹的 给年轻人留点余地 这是谁 谁啊 这是谁 这是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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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这 怎么这么宁 这是谁啊 这是我 这是我 是你吗 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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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 啊 啊 几岁 大学三年级 不可能 如今还成为了国内最知名的导演 口碑和名声在业界可是响当当的 徐珍导出来的电影票房呢都是大丰收 因为他的作品啊不仅搞笑还很有深度 从太炯 港炯到我不是药神 徐珍的作品评价都非常高 最近还导演了我和我的祖国里面夺冠这一个篇章 不仅至今的中国女排还宣扬了令人骄傲的女排精神 值得一提的是徐珍在导演这个篇章的时候 还请来了同样由小鲜肉变成大叔的吴京 虽然吴京也是非常有名的导演 也有自己的代表作 但他只是作为客串出现在徐珍的电影里 所以一切呢还是要听从徐珍的指挥 不料吴京吐槽自己的海报图太胖了 还说自己是靠脸吃饭的 结果徐珍淡淡的回了一句 你又不是小鲜肉 瞬间逗笑了全场 这话说的可不对 来 让我们掌声有请我们的赵奇美女士 好看呀 还有人大赛帮了 还有人大赛帮了 你不要老注意自己的形象 我要靠脸吃饭了 你又不是小鲜肉 吴京年轻的时候呀 可是比小鲜肉还要鲜呢 别看如今变成了皮糙肉厚的大叔 他年轻的时候呀 他的古装剧几乎都是处在颜值巅峰 细皮嫩肉 唇红齿白 气质清新又干净 可惜当年不是看颜值的年代 所以吴京从功夫小资变成了到 国民硬汉开辟了属于中国人自己的硬汉类型片 塑造了一个个因子撒爽的硬汉形象 希望呢 也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 事业上功成名就 真是人生赢家呀 大家觉得呢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了 咱们下期再见 再见